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这个水温达到40度左右 也就是说我们患者坐到这个药水里面能够接受的这种程度 然后呢这个在里面作愈一定的时间起到这个治疗的作用 这就是呢中药作愈 我们讲前列线它是在这个人体的下部 在我们的职场里面在汇影部这个位置 所以呢通过我们坐盆坐到这个药水里面 通过局部的这个一个作用 而它都达到呢这个治疗的目的 选择坐盆的中药呢 一般来讲我们通过坐盆 想达到的这个目的是疗效是什么呢 就是缓解患者的疼痛 那么常用的中药呢 那就是一些有清热解毒活血话语的这些功效和作用的重要 例如红花 还有这个红花它有清热解毒的作用 另外还有你说这个半支年 还有蛇蛇草 还有野菊花 金银花 等等 当然还有可以选一些我们饼片这些药物 它都有清热解毒 活血话语 症痛的作用 当然根据患者的症状的轻重表现不同 我们选举不同的药物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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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